这旺仔拿着 这哪有多呀 在妈妈 这些小孩 把这棉库给卖着 把下门 吃饿了这棉库 这些团队 这些团队 哪有个团队 无论年纪多大 总有一种担心叫做妈妈觉得你饿 不过当提着这些被妈妈塞满的行李箱去托运时 往往都是超重 山东四十一岁的张先生 已经在成都工作生活二十四年 今年离开老家前 箱子里被七十六岁的老母亲 塞进了三十斤煎饼和两大袋咸菜 机场托运时 因行李严重超重 他不得不抱着这一大落煎饼上了飞机 张先生说 煎饼虽然不值钱 却是老母亲五点钟就起床生活 辛苦落了七个小时的城 下面都是 鸡肉啊 鸡肉 土鸡 辣肠 粽子 十八 刚刚还是热的 对 炖的豆角 红烧肉 还有小鸡虾 还有这个甘酱 带的鸡蛋 水果 炸的刀鱼 还有这个里面 豆角 家乡的土特产 妈妈的拿手菜 还有置办的新衣 当春节结束 许多返程的游子都面对这样甜蜜的苦恼 行李箱被父母塞得满满当当 许多东西拿了出去 又被偷偷装了回来 担心吃不饱 害怕穿不暖 总希望能多带一点 返程的行李居然比带年货回去过年时还要重 春节假期转瞬即逝 十多天前 火车站还到处都是接站团圆的场面 如今已被送别的拥抱和眼泪 悄然取代 分离时刻 羞涩 不善直接表达感情的中国人 也展露出许多平日罕见的真性情 妈 你走我可不如说 不知道咋说 你走了我都不如说 有的一段时间不能和你在一块 至于你的个人问题 你要慎重 一定能会找到你一个你喜欢的 本周在合肥火车站 报道了十三年春运的摄影师吴方 记录下了一对农民工夫妇分别式的场景 触动了许多同样经历过离别的人 他其实快到那个身份证 合时的那个窗口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他其实又回来了 走到这个大栏边 然后抓着那个男的手 摸了自己脸上 然后自己眼睛闭上 就实际上这种感觉 那个男的呢 一会儿把脸转得很远 我知道这种情况 已经对视是完全是有时候是受不了的 大概也持续了以后几分钟吧 就觉得又转身到车站里面去了 那个男的又把手 合时就是一种祈祷吧 定格完别离的场景后 摄影师吴方走进了火车站外助力的男子 也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原来这对夫妻来自宁夏 男人打工的工程队春节没有放假 妻子坐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 从老家过来与他团聚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和四个孩子需要照顾 几天之后妻子又匆匆离去 再次见面或许只能是下一个春节 很多人都要离家出去打工 平时有没有工作忙 有没有假期又想多 我有挣钱 所以就很少回来 越是这样对于年的这个期待 对团聚的这种渴望呢 就越来越强烈 本周六元宵节 春节至此画上句号 承载超过二十九亿人次的春运 也将落下帷幕 告别家乡的街道 熟悉的乡音 还有家人的唠叨 游子们背起行囊 重新回到他乡做故乡的生活 对于急剧变迁的中国社会 聚少离多 越来越成为常态 这样的分离 也让彼此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时间 忙碌的生活中 春节更像是一次休长 它让我们喘息 停下脚步回想 最初离开家乡时 目标是什么 真正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 我们走的时候 它都还一一步舍的 没办法 为了生活 是吧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调研好一点 希望父母不要那么累 也不要担心我 我已经长大了 把妈妈放心 我在外面会好好工作 把妈妈放心 这一年我会加油努力 然后让自己事业 能哄哄哄哄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